眼前这个阿姨 明明是从自己家门口走出来 但她走的每一步 却都是偷偷摸摸的 生怕被别人发现的样子 不远处 一个白色的毛茸茸 立刻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并且跟了上来 看到狗子出现 阿姨赶紧摆摆手让她走开 哪知对方像没看到一样 说什么都不肯摸动 甚至下一秒还直接绕舞 跑到她前边带起了路 过程中时不时回头瞄上一眼 生怕阿姨没有跟上 阿姨的丈夫就在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切 她说这只狗已经迷上了她老婆 每天的日常就是在 等待 跟踪和尾随她老婆中循环 以至于邻居们都以为 这只萨摩耶就是他们家养的 狗子兴高采烈地在阿姨身边撒欢 而阿姨家里的比格犬 此时正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狗窝里 她眼皮乱蹦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好像自己在这个家的位置 马上要消失了一样 这只萨摩耶是冬天出现在阿姨家附近的 刚发现它的时候 狗狗浑身瘦得脱了下 只剩下骨头 摸上去兜个的花 阿姨家里也养了宠物 所以看到这条挨饿受冻的狗子 她于心不忍 就给她喂了一些狗粮 谁知道萨摩耶吃了东西之后 竟是直接赖在这里不走了 随后更是形成了阿姨走到哪 她跟到哪的习惯 平时阿姨喜欢在外面散步 目前她所在的位置 距离家里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程 虽然狗狗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 仍精力十足紧紧跟在阿姨的身边 但刚到家门口 萨摩就被阿姨家里的笔格拦住了 如果她会说人话 那下一句肯定是 哥们 你怎么还没走 眼看着他们一家三口上了楼 萨摩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 推到一边的角落 只是背影显得十分落寞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狗子站在门口 眼巴巴地看着屋内 似乎想要进去 但流浪狗身上毕竟不干净 阿姨也不敢让萨摩进屋 只能为了她一些食物就关上门 并把门帘放下 隔绝了她的视线 透过门帘的缝隙可以看到 萨摩已经转身走开 只留下了一个背影 阿姨虽然松了口气 心里也是空落落的 其实这么长时间的陪伴之下 阿姨对狗子也有了感情 所以她在外面准备了羽绒的垫子和狗窝 至少可以让她不再受动 但萨摩转身离开之后 看都没看一眼阿姨准备的那些东西 而是静止走到了院子的角落原地趴下 这是狗狗头一次没接受她的帮助 这让阿姨感到有些难过 同时她也意识到了 自己已经不止把她当流乱狗看待了 她想收养这条萨摩 但这肯定要经过丈夫的同意才行 于是第二天一早 这对夫妻俩就开始了讨论 阿姨显然是正方便手 从她的角度来看 如果能让萨摩耶在这里 获得更多的爱和安全感 那收养就是值得的 而丈夫则是反方便手 她认为家里已经养了一只狗了 分不出心思再给其他的狗 而且养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需要考虑很多问题 但是她看着门外的萨摩 想起她陪伴自己家人的点点滴滴 发现她好像也习惯了这只狗狗的存在 所以最终男主人还是同意了收养 于是夫妻二人把萨摩带到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她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十分健康 但阿姨始终搞不明白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能让狗狗被拒绝还一直跟着呢 为了得到答案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抚养这位新成员 阿姨找来了一位动物行为专家 专家说也许在他们看来 萨摩是突然出现的 但是在这之前 她肯定已经观察了很多户人家 狗狗会根据以往的精力独立做出判断 而阿姨提供休息的场所和饱腹的食物 让萨摩产生了信赖感 所以才会一直跟着她 但毕竟这个家里还有一只原住民 谁都不知道这两条狗 到底能不能和睦相处 于是专家观察了一会之后得出结论 目前他俩相处得十分融洽 李格对这位闯入者 没有表现出一点排斥的样子 反而十分冷静和放松 但毕竟萨摩之前流浪了很久 突然被收养可能会不习惯 所以专家针对狗狗制定了一套训练计划 让他逐渐摆脱以前自由散漫的生活 首先专家用很长的牵引绳 带着萨摩散步 目的就是让他知道 即使有绳子也是自由的 然后再渐渐把绳子收短 让狗狗慢慢适应被牵引的感觉 而他也很快就习惯了 看到萨摩服从性这么高 原本反对收养的男主人 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后在阿姨的带领下 流浪多年的萨摩 第一次踏入了人类的家中 专家告诉夫妻俩 狗狗刚刚进入到一个陌生环境 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可以多摸摸它 梳梳毛 让狗子尽快放松下来 整理完毛发后 狗狗简直焕然一新 之后男主人在屋子外面 也做了一些布置 他把绳子 系在屋子前后的两侧 再把牵引绳挂上去 这样狗子可以活动的空间范围 就更大了 萨摩靠自己的努力 争取到了一个主人 还有同类的陪伴 相信他以后的日子 肯定会更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撒娇狗子最好命 这只萨摩用实际行动 向我们证明了 幸福生活是靠自己争取的 万一每天遇见了心软的人 那后半辈子可就不用愁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